11月16日正值沈阳故宫博物馆94周年管庆之际 沈阳故宫第二家出宫的文创体验店正式起末 历经6年多的成长 沈阳故宫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文创品牌特色 尤其是八旗文化更是其中的重要符号 提到皇家文化、故宫和文创 很多人自然会联想到故宫博物院 其实同样承载皇家文化 拥有故宫名号的沈阳故宫 早在2014年便开设了文创部门 经过6年多的成长和学习 如今已经拥有了4个原创系列 分别是八旗系列、建筑系列、永福系列和仿古系列 上千款文创产品 尤其是作为八旗制度的重要承载地 八旗文化已经深深融入到了沈阳故宫当中 如今更是成为了沈阳故宫文创系列里的重要符号 沈阳故宫的这个八旗系列 是我们现在现有的一个文化IP 那么今后呢我们也会针对 把这个我们沈阳故宫评选出来的 这个百姓最喜欢的实践文物 其中有一件是我们比较喜欢的 这也是广大消费者比较喜欢的 这个神兽小路端做成我们的文化IP 传播到这个更广阔的这个平台 随着沈阳故宫文创产品形成独具特色的符号 为了让没有到访过沈阳故宫的人们 也能够体验到其独特的文化魅力 享受到沉浸式的体验 沈阳故宫陆续开设了两家出宫的文创体验店 以满足大家的需求 怎么能让这个没有进博物馆的观众能够了解 欣赏沈阳故宫的文化 所以我们就以这个为这个基点 在盛建农城开了我们这个文创店 都希望沈阳故宫的文化创意产业 能够走出皇宫 走进大众的生活 走进这个百姓之家 这也是我们那个常识 据介绍 此次开设的文创体验店 是沈阳故宫文创在商业运营方式上的 一种突破和尝试 与文化企业相联合 发挥文化和资本的力量 推动文化产业发展 体验店的成立 拓展了文化传播的更多途径 深层次多角度地展示了 沈阳故宫文化和沈阳厚重的历史积淀 沈阳故宫文化